观察市场行为 品味 公共变化 大豆质检 财富加免 大家好 欢迎来到JBCrypt频道 今天还是大家讲一下情况 好 如果你是第三个视频的话 请点击影片下方链接 加盟社群 行星分下有收到信 加盟社群才有一些最急的消息提供和一些提示 OK 关键补充 非常关键 那代归就好了 回到海面 讲一下现在情况 好 大致上讲一下这个地方呢 我们怎么去评估呢 好 目前在这个价位啊 非常明确的 我们是构成了一个 箱体吗 大家的公认 基本上市场人啊 都公认他这个箱体 上方有多测试吗 123444测试 344 相方一样123 第四测试 这区域大概就抓28600到 30500吧 这样区间 这个区间的顶部都会在30800左右 所以这样的一个区间呢 目前还没被突破情况下 支撑没底有钱都支撑 压力没突破钱都压力 所以目前的话看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呢 换成一个箱体 看出来吗 非常简单 我们不做太细部探讨 大家都知道了 那这里呢 我们探讨是用可能性 首先看一下 我们看到 空间现货 这边我大概画了两个可能性吧 第一个是 白色这个 蓝色箱体好了 换颜色 下方的是白色箱体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可能性 第1个是蓝色的 也说我们如果没有去跌破这个箱体底部 宽点 只要跌破它如果构成另外一个整理区 像这里一样 你看每次做拉伸它都有一个小整理吗 看这有个小整理 整理区吗 整理区吗 好 每次整理区后续突破之后做拉伸 如果有明确的信号 明确的看多一些行为 比如说这里 看多一些行为 这里突破吗 看多一些行为 这边比较难做 这边明确 放量去上破了这个 整理区高点 这个垂头线 放量的垂头线拉伸上去 那如果有出现这样垂头 我们可以做这些路 如果没有出现 这样关键信号 我们是不需要 进入多单的 毕竟这个地方下方 也是测试多次 支撑本没有跌入前的都是支撑 但是我们要知道 当一个需求外面多次测试 它的需求会被runout耗尽的 所以 如果需求被runout 被耗尽的情况下 那价格就会跌破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如果它要 构成一个小整理区 并且呢 有比较明确的K键 或明确的结构 去上破 那我们再去揭露 或追进去 那如果有出现钱呢 先不再揭露 风险比较大嘛 对不对 好 但你要左侧啊 在 28009附近 28008附近 你做抄底 止损放了 276 没有不行 就三大点做一个区间 这样一个 止损嘛 也不大 好 所以这个地方蓝色的走势是这样子 那白色怎样呢 白色是 如果跌破这低点之后 那可能会在下方啊 构成另外一个 整理的结构 我们再画一下 如果跌破的话 在下方构成另外一个结构 如果这样子跌破之后 诶 可能会比如说 看一下 28005 28008附近 那这个 想低点呢 我们 没办法抓得明确 大概好 大概话 它如果跌破低点的话 那 这边考虑追空一次 因为追空它 这边能跌多少 很难说的 比如说这边如果直接跌下去 探底怎么可能 也是可能的 好这个探底的观点呢 我们等一下晚点会大家都解释了 如果跌破的话 假设在下方构成另外一个区间 而且有足够整理 然后拉破拉回来 那拉破的位置呢 我们就可以 可以进入多单 这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 做多机会 所以这个是做多最理想的情况 也说 跌破后 另外一个整理区 然后再次突破 28007 那么我们回考 买入多单 做一张多单 拿到可能说 32,000左右 这样的一个价格 3,500 3,200 那 目前的话 在这样的位置 我们还是要看 它能不能跌破吗 目前 跌破都没出现 我们还无法确定说 到底会不会走出白色 这样一个 相对的一些整理 好 我们就说 暂时说 停顿 以太坊的话 我们今天 不想太详细 以太坊 毕竟以太坊的 目前的走势 是收取比特币的 硬要讲的话 它是构成一个 正当上下通道 通道结构 那还是看跌的 真正说还是看跌 所以比特币呢 如果要 选方向的话呢 还是下跌会比较 概率比较大 毕竟想看 上涨是 阻碍式的 下跌很快速 直接打下来 那这里一样 下点快 上去比较慢 所以整体 选方向的话呢 下跌可能性 还是稍微略大的 所以我们讲一下 这样情况 如果去跌破的话 考虑去 最难空 比如说28,700 左右 那 上涨能不能做空的话 好看情况 目前的话 无法做确定 整体的话 如果你要做空的话 至少是等待 抓大概吧 至少等个 29,700以上 再就考虑 否则水平比 水平比的话太差了 毕竟如果你做止损的话 一定是放在这个上方 3600以上方 那如果你去做 这样做空的选择的话 如果位置不够高 那你止损呢 会不会太远 好 这样做一个探讨 那以上是这样的 别离走势一个讲解 那我们看一下 就两个周线级别 周线级别走势 我们看一下 很多人说 多次探底 二次探底 没有来嘛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要来了 讲一下 二次探底这个逻辑 首先讲一下 这是大级别 周线的下跌 周线下跌 那 二次探底怎么说来呢 你看 我们看是例子数据 前时下跌探底的 你看这次 五九探底 五一九暴跌 再次探底什么时候 我们看一下 他再次探底 其实经过一段时间了 你看这里 这里 或这里 看什么定义 通常是你看 五九暴跌后 第三周才探底 到第五周 所以 我们现在这个价格 会不会马上探底的 不确定 我个人选择 我个人去评估的话 我个人认为说 他去探到 两万五千三 两万五千五这个点呢 可能并不是短期会去触及的 三到五周吧 暴跌后 第三周第五周才触及到 你说周线的二次探底呢 可能会 需要等 大概三到五跟黑线 三到五跟周线黑线 才会探底 让我先看了 我们看之前的这个 暴跌一样 探底后 这唯一次V转的 下跌 出现明确的周线级别看涨信号 实行 放量 后上涨 这是第一次暴跌跌破这个六千加位 崩到三千 后续 你看数一下 暴跌后 12345 大概第六到第七周左右 才再探底 所以我们抓了大概吧 至少需要三到六周 他周线探底 才完完全完备 所以目前呢 如果他说探底呢 可能啊 需要等待三到三五周左右 三六周左右 可能会是下周到 五周后 三到后的一个价格 你看 目前是暴跌后的 第三周吗 第二周 所以可能是下周 或下下周 他才会去探底 所以目前的话 如果 直接探底的话 有没有可能 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认为 这样可能性比较低 并是周线级别的下跌嘛 探底可能要 也要比较长的先做 长的时间做一些准备 好目前的话 就这样做解释了 所以 不讲那么多了 短期先看 到底会走 蓝色还是白色走势 区别哪边区别是 能不能跌破这个 向地底部 28.7 好 以上这样的一个解释 以上一个观点 观点补充啊 我们就下期看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